Hello,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老外回复你的意见 我是郝一博 上礼拜对我们来说其实算是蛮忙碌的一周 除了平常的节目外 我们也和Google台湾合作 用影片的方式主持了今年台湾YouTube大会 目前我们的YouTube频道订阅者有22万人 OK,如果这一段有广告嫌疑的话 没关系,简洁是可以剪掉 什么? 是现场直播? 不好意思 我们也模仿了几只很红的网络广告 首先是这个 Nike和国外的YouTube创作者合作 推广他们新的产品和一般广告不同的事 这个老外很有意思 他把全部制作经费拿去和朋友环游世界 然后拍出了这部短片 下面是我主持的片段 不好意思,我再学刚刚这个Nike找YouTube创作者 拍的行销短片 In case Adidas想找我拍 这个广告可能大家比较没那么熟悉 接下来,这个广告 可能看过的网友就比较多了 吃水果要加沙茶酱 你要偷拍沙茶酱 记得吗? 妈,没有人吃水果来加沙茶酱的啦 这是我们的版本 吃炸鸡配沙茶酱才好吃 哦,拜托,哪有人吃炸鸡再配沙茶酱 我就知道你不喜欢老外准备的食物 寒夜飘映,撒满我的褲 不好意思,我们继续 最后,这是我最喜欢的 大家有没有吃过孔雀饼干 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 台北的加接力很不服气 他要挑战林口的林威龙 挑战六片 这超级绵绵的 这不是孔雀饼干 这是孔雀蛋糕 请看看我们老外的吃法 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 来自美国的网友Spiderman 为我们提供了美式风格的吃法 他说孔雀饼干配披萨吃起来 最纽约 嗯,that looks good Can I have a bite? 大家看到了吗? 这就是一个成功的行销推广 好的,刚刚先和大家分享了一下 我参与这个有趣的活动 接着马上来回复网友们的意见 首先是我们非常多网友 在我们香港民间公投的影片底下 留了类似的留言 对,因为在那集影片里 我们用金城武举个例子 其实我知道应该叫金城太太 可是念起来比较不顺 好,我们不解释 为了表达建议 我们现在就做个中文练习 避免下次犯一样的错 就用现在很流行的人民造句好了 金城武 金城皮美 金城水质 什么? 不是水质 是所质 不好意思 是金城所质 成太难了 我们用武好了 金城武松 金城武棍 金城武女 金城武睡 金城武马 金城武金城 金城武高安岛了 同样香港这集影片底下 大约有700位网友给我们留了各式各样的意见 其中也有中国网友留言表示支持香港全民投票 讲到这儿 其实我一直想跟大家聊聊这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经常在YouTube上看我们的影片的话 你应该会发现我们的留言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就是台湾和香港的网友 经常和中国大陆的网友吵成一团 对这种现象 我的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两个人在讲话的时候 如果都是一团和气 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这不叫沟通 这叫闲聊或者哈拉 就是在两个人有不同意见的时候 能用理性方式表达看法 这才能叫沟通 所以我觉得能在留言里 看到不同的意见 是一件蛮好的事情 就算你是五毛 你要骂我们 你也得把我们的节目看完了吧 那这样对我们来说 不正是多了一个很好的沟通机会 提到这个 当然有很多网友会说 根据他们亲身经历 中国大陆的人都很没礼貌 很没水准 甚至有网友会说426 我不会说台语 但是我知道那是不好听的话 我想跟台湾或者其他地方的网友们说的是 如果今天是一两个大陆民众有不好的行为 我们可以说这是个人因素 可是如果今天是绝大部分的大陆民众 都给我们这种不好的观感 那肯定不是个人因素造成的 是整个政府社会或教育等等大环境的因素塑造了这种民众的特质 事实上真的也是这样 如果从中国历史来看 大家想一想 除了现在被中共统治的中国以外 有哪个朝代的中国人民会被别人骂没水准 中国一直都是礼翼之邦 以前我们老外在中国人的眼里还是满意了 是吧 那既然这是比如说中共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 或是长期的党外化洗脑造成的 中国大陆的民众身不由己 那我们有机会在自由地区成长的朋友 是不是应该能有多一点的包容 其实还有很多大陆民众 他们不是这样的 好了不好意思 不是想要碎碎念 只是一直想讲这件事 不过某些留言 比较没有那么客气的大陆网友们 你们可能不相信 为了维护你们的言论自由 我们同事真的每天都是去把你们的留言 从检举的地方捞出来 让它能够显示 所以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珍惜 墙外能够畅所欲言的这个环境 好的 这一次回复网友的单元差不多就到这里 我们前几天发了一个声援 老外看中国参加电视节的影片 已经看到很多网友都留言说 他们有转发或者寄信给文化部了 非常感谢你们 不过审查的结果还没出来前 还是请大家多多关注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